大喇喇的圍停在紅線上 不領檢一下怎麼行 但才剛走過去 白車卻加速溜了 兩名員警立刻追了上去 車邊開副加使勁直接跳車 分頭往巷子裡面逃 兩名員警也果斷一人追一個 警方追進巷弄內一度舉槍呵斥 這麼快槍 趕快走 趕快走 我沒有了 好 我不走 快 跳車的副駕駛也跑不動 最後投降被當場上銬 而另一頭白車還在巷弄內穿梭 偏偏誤闖窄象根本開不過去 第一點在新北市板橋 警匪追逐超過一公里 嫌犯因為路不熟開進民族路窄象 卡在路中央 洪盛惟庭被警方攔了下來 嫌犯立刻開車鑽進小巷弄 可是可以看到這邊其實非常的狹窄 幾乎是沒有辦法匯車的情況 沒有想到呢 他進入小巷子呢 是被警方攔截圍捕成了瓮中別 29號凌晨一點多 兩名零星男子在新北市板橋中校路 拒检逃逸 零星駕駛開車逃一公里 在民族路迷路被逮 但為何要跑 原來零星副駕駛是通氣犯 跳車分頭逃 是要沿途把毒品丟掉 副駕駛座的乘客 也下車徒步逃逸 並且有沿路丟包這個毒品 警方最後起出五包海洛因 和一包安非他命 兩人都被依毒品罪和妨害公務送辦 天真的以為分頭跑就跑得掉 最後一人在巷弄路網 另一人因為開車迷路也被逮到 PVB的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